VR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VR师弟,我是老朋友宅老师 今天主要给大家分析报告一下Quiz 3的最新情报,来自彭博社的马克·古尔曼亲自上手Quiz 3之后的爆料 首先我们得知晓一下马克·古尔曼 彭博社的科技记者专门爆料苹果的信息,尤其是2023年第一季度以来 每隔10天半个月就便秘一样爆料苹果M2头型的消息 每次嘛就说一点无光痛痒的 口吻嘛永远都是有般惊叉的那种,然后各路科技媒体纷纷引用 经常搞得好像M2头显这个产品路线是苹果发明的一样 比如就最近一次的更新爆料吧,说苹果M2可以完全兼容运行iPad的应用 搞得好像有多新鲜事的,我看到第一反应就是自愈吗 这也值得当爆料拿出来发一篇吗 难道Quiz 2不能运行安卓平板的APP吗 小路今天有个垂直的XR领域的媒体 特地当独家首发发篇报道说 哇,Meta新品Quiz 3可以运行安卓平板的应用 这太酷了,干不尴尬啊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几个月来 从不在自己的视频里有聊过古尔曼的这些爆料 因为除了一开始有一篇非常周全的苹果MR硬件信息爆料 和开发背后故事之外 其他的后续更新报道都是属于划众取宠的类型 而且只要你对行业保持长期关注 就能感觉到古尔曼其实对XR硬件的了解 就是物理看花的水平 甚至于在今天关于Quiz 3的上手文章里 聊到Quiz 3的体积比Quiz 2小 古尔曼居然都没有提过Pancake这个词 所以这种感觉就很像PSVR2刚发售时 看到很多放数码科技或者游戏博主 对PSVR2的体验视频一样 在他们眼里仿佛VR头显这些年从没进不过一样 一片空白 当然这一次不同的是 古尔曼应该是得到了Meta的官方授权来提前体验Quiz 3 并被允许在Meta游戏长会和苹果WWDC前期发布上手体验 从世界上来说 很难让人相信这是无意的巧合 所以说难听点 我个人猜测这就是Meta的故意在称 而Meta选择让马克·国尔曼来干之活 也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目标人选 动机不言而喻 接下来我们先看国尔曼这篇Quiz 3文章的英文标题 大意就是Quiz 3可能成为苹果MR头显最大的竞争对手 你没有看错 标题里竟然用的是竞争者这个词 而实际上他在文章里末尾说的是 假设Quiz 3的价格优为500美元 那么它的价格就是苹果MR的五分之一 但它对消费者吸引力却远远超过五分之一 这个新闻描述更准确的来说是表达Quiz 3很有性价比 可以作为苹果MR的平T 但是平T和产品竞争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这个标题其实带有一定的误导性 但最后他说的这部分我是很同意 在苹果MR头显刺激市场XR概念成为关注点之后 Quiz 310月发布后在圣诞假期机会得到销量上的受益 这一点很好理解 假设苹果MR真的在6月亮相 但售价肯定高昂 因为光物料成本就要1500美元 其次如果真的是一两百万台的出货量 能够买到的用户偏少 而且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正式发售到消费者手里 也还是个未知数 此时加上苹果已经切实带起了大家对于MR头显的好奇 那Meta能够以400到500美元的价位来发售Quiz 3 显然会得到多方面的争议 这就是我为什么很早就说 苹果发布头显对于Meta来说是好处大于坏处 因为Meta能从原来的独木兰芝变成奇头并迹 也能大大增加大众对XR行业的信心 那我们回到顾尔曼上手报告的具体内容里 确实证实了很多之前Quiz 3的传闻 同时也有一些此前咱们不知道的细节 接下来我给大家摘出来聊一聊 顾尔曼说Quiz 3比Quiz 2轻得多也薄得多 虽然没有选择电池后置的方案 而且用的还是原来的绑带式头戴 当时Quiz 3的松紧绑带会更结实紧密 不过这一点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 想要更舒服的体验Quiz 3 买一个第三番头戴是必然的答案 而比Quiz 3薄就意味着跟之前的爆料一样 是使用了Pancake光学方案 这一点大家也早就知道了 然后针对重量这一点 LIV应用的创始人却提出了意义 他直接发推表示 Quiz 3的重量实际是509克 比Quiz 2重了6克 只是由于它变得更薄以及更贴脸 所以说会比Quiz 2的佩戴体验来的舒适 因此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 人体工学和头戴才是决定佩戴舒适的关键 这两者可以很好的对重量进行受力的分配 来达到舒适的效果 不过有趣的是LIV应用的创始人 发完这条推特没多久就伤了 如果他没有伤这条博文 他可能是拆的重量 既然伤了就有点此地无垠三百两 很难不怀疑是真的了 所以这一点上我们就要意识到 郭尔曼的形容很多都是非常主观的 专业性不强 我们需要仔细振作它的用词 其次 Quiz 3的原型开发者套件 大概率已经对外发出 而被允许对外讨论的只有郭尔曼 所以这一次的新闻 大概率就是预先安排好的 而不是单纯的爆料 针对Quiz 3的外形 跟之前零期的爆料完全一致 只是整个设备的颜色 从白色改成了灰色 正面的三个药王区域 左右两边各包括一个产色透视摄像头 以及一个用于定位跟踪的黑白摄像头 中间的药王区域 则是包括一个深度传感器 Quiz 3的侧方两边 各包括一个黑白跟踪摄像头 底部有音量按钮和一个调节 同距的滚轮 这就意味着Quiz 3可以手动无份调节同距 而不是像Quiz 3那样的三弹调节 当然在这一点 Quiz 3还比不上 比它早一年发售的Pico 4的电动同距调节 根据郭尔曼表示 它对Quiz 3印象最深的 就是MR透视功能的提升 以及更新的处理器 所带来的高速运行性能 由于Quiz 3配备了深度传感器 所以可以自动识别房间环境 不需要手动标定墙面的这些前置动作 因为采用了双RGB彩色摄像头 所以在透视模式下 Quiz 3能呈现出比Quiz 3更准确的颜色 对于现实世界的重现也更真实自然 因此古尔曼它也能够在透视模式下 直接使用手机 然而这里我建议大家 不要盲目的提高预期 因为古尔曼的头显设备使用精力 肯定很少 它说的透视方面的进步 只是针对Quiz 2来说 毕竟美国人可没有国行途径 来购买弹幕彩色透视和Pancake的Pico 4 所以你不要下意识觉得 Quiz 3的彩色透视分辨率和清晰度 会比Pico 4的高 具体还是要看摄像头的规格 当然因为Quiz 3是双目的 所以立体效果和畸变控制 肯定是好于Pico 4的 另外古尔曼确认 Quiz 3会搭载大家期待已久的 骁龙XR2 Gen2处理器 它非常直观地感受到 在Quiz 3上面浏览界面 启动应用程序和网游器的速度 都有全方位的提高 让他同时提到说 Quiz 3的实际清晰度显示 感觉与Quiz 2相似 没有预期中的提升 这一点我觉得很好解释 像国外们吧 我不觉得它知道什么是渲染分辨率 目前来说 Quiz 3的原型机 肯定还和Quiz 2用一样的系统版本 现阶段大概率在渲染分辨率上 没有做升级适配 还是那句话 对于用户来说 渲染分辨率的提升 会比显示屏的硬件分辨率提升 来得更直观察觉到 因为Picos就做了最好的例子 很多人说Picos糊的原因 就是因为受限于性能 渲染分辨率 没有跟这硬件分辨率一起提升 国外们提到的最后一点 也是最让所有人意外的就是 Quiz 3确实使用了 全新的Metatouch VR手柄 外观采用了和头显一致的灰色 从体跟Quiz Pro的手柄很像 但是它没有自带摄像头 所以没有自追踪功能 但同时它也没有 其他所有VR体机手柄 统一搭配的追踪环 这意味着Quiz 3的手柄 体积会更小型 但相信也有人会好奇 失去了跟踪环 会不会导致 新手柄的追踪性能 会弱于克的兔呢 就比如说古尔曼 它在文章里补充了这么一句 这意味着新的手柄 可能很难确定 它们在空间中的位置 这可能会妨碍一些游戏 Meta希望通过 其他各种跟踪技术改进 来抵消这个问题 我寻思你都亲自上手体验 快了三玩游戏了 还在用可能这个词 来做一个推测吗 说明你这个实际体验里 并没有真正的感觉到 任何手柄追踪的问题吗 另外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的逻辑里是觉得 没有追踪环 就下一次认为 VR手柄没有红外灯之类的 来做定位 有没有种可能 Meta就像这样 把它们藏在手柄按键位置周遭了呢 当然具体内部构造和设计 我们还是要等Meta自己来揭晓 就目前Quest 历代手柄的表现来看 追踪肯定不是问题 无非只是用什么方案来实现罢了 最后老实说 针对彭博社 古尔曼对Quest3的上手体验报告 我是觉得它白白浪费了这次机会 并没有抓住硬件迭代的重点来做观察 都是走马光花的笼统概述了下表面 除了Quest3的手柄这一块 对于我们来说是有些新发现 其他的内容的唯一价值 也就在佐证 当初Blood林奇的爆料 都是正确的而已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目光 就要转到6月2号凌晨的 MetaQuest游戏展会 看看Quest3 有没有可能来个惊鸿一瞥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 而是陪着VR成熟 如果您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投币、转发三连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